今天上午由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的 大变局下的台湾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与会专家表示 美国勾连台独势力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 然而统一是大势所趋 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 来自海峡两岸以及美国 新加坡等地的多名专家学者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研讨会 并围绕当前两岸关系 世界形势变化等 发表了各自看法 近期佩洛西窜台挑衅等一系列事件 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 对此中国通过政治 外交 军事等手段进行反制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吴永平表示 这些措施都很有效果 体现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 所以这个效果应该达到了 美方应该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像岛内台独势力也发出了非常鲜明的信号 强烈的信号 他们应该也是接收到这个信号的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像 岛内的老百姓 也传递出了我们争取国家 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这个诚意和努力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赵全胜认为 美国的一系列行为再次暴露了 他们企图打台湾牌压制中国的目的 但台湾牌的效应正在减弱 这也是事实 就是美国为了压制这个中国大陆 而呢这个用打台湾牌的方式来压制 这个不会停止 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呢 威护国家主权 争取国家统一这样的一个进程 的决心 不会停止 但是随着呢 国内这个平衡 反正逐渐地出现新的平衡 出现新的转变 那么呢 美国台湾牌的效应 恐怕呢 也会受到很大的 打很大的折扣 针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 与会专家表示 台独是一条越走越窄 越走越死的路 台湾民进党当局 只有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来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发展 总台湾市记者北京报道